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次视频课程 本次视频课程是外部云开发快速开始之开启匿名登录 在本次课程中,您将会了解到如何开启云开发的匿名登录 云开发目前支持微信公众号登录,微信开放平台登录,匿名登录,邮箱登录,短线周码登录和自定义登录等 自定义登录可以用于实现各种自定义的登录逻辑,比如LDAP或HTTP BASIC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用的比较多的还是匿名登录 云开发的资源需要用户登录以后才可以调用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匿名登录也是一种登录状态 想要使用匿名登录,就需要提前开启匿名登录 你只需要访问云开发孔日台,找到其中的环境,登录授权,并开启匿名登录选项 在开启完成后,在你的代码中使用匿名登录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匿名登录 首先,我们在云开发孔日台当中,找到我们要使用的环境 在我们要使用的环境当中,选择登录授权,并开启其中的匿名登录 开启成功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匿名登录来完成我们的用户登录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编写代码,来体验一下匿名登录 首先,我们来启动我们的项目 项目启动完成后,接下来,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匿名登录 开发者工具,在开发者工具中,使用app.auth 并为其中设置我们的持久化,这里我们选择local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调用匿名登录授权来进行登录 并调用3印方法来进行登录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认当中拿到登录成功的提示 并在开启当中拿到登录失败的方法 我们将这些结果打印出来 保存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成功的配置了代码 我们打开浏览器,访问我们的线上环境 并在这里,打开我们的开发者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台当中,打印出了我们的具体的用户登录状态 包含了具体的一些信息 这样就说明,我们的成功的登录到了我们的云开发环境当中 使用了一个匿名的用户信息 那么有了这个匿名的用户信息 后续,我们就可以去调用我们云开发当中的一些资源 最后,我们来进行课程总结 在这节课程中,我们了解了如何开启匿名登录 并且掌握了配置匿名登录的方法 还通过代码调用实现了匿名登录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希望获取更多的培训课程 可以扫描左次二维码 如果你希望获取更多的产品文档 可以扫描右次二维码 我们下节课,再见